红薯地里家长带着孩子开心的玩耍着 许元顺在一旁给他们介绍叫红薯计划 四川省中江县古殿乡新桥村 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 德阳市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园执行长许元顺来到这里 带来了他的叫红薯计划 让这个村子渐渐有了人气 打造网红IP这一块的话 是我们年轻人所擅长的 那我们是借由这个农村里面 乡村里面的农业的载体 来做一个发挥 用城市里面的人能理解 所流行所懂的品牌的意识 或者是流行的词语 来打造把农产品打造成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 2002年许元顺从台北来到成都创业 三年前他来到德阳 看到这个小城所拥有的巨大潜力 以及一系列吸引和扶持台青创业的措施 并决定来到这里榨根发展 新桥村生产有机生态红薯 当地人形象的称呼为叫红薯 在一次考察中 许元顺对红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便发起了叫红薯推广项目 结合特色农业和亲子种植 推出叫红薯成长计划 家长带领小朋友在新桥村任养红薯 登记红薯宝宝的专属身份证和成长卡 红薯生长期间 小朋友可以来到乡村 观察记录红薯生长情况 体验种植乐趣 当红薯成熟时 还将举办红薯宝宝毕业典礼 该计划一推出 吸引了众多家长与孩子的参与 那我看到这十几年来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 关于就是农村去做农创 旅创文创这一块的一些案例 那我就觉得在大陆这边的话 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 很大的一个空间 把台湾的脚步走到农村里面来 然后看这个农村有 什么样的发展的机会 什么样的可能 所以说我们就做了这个小红薯计划 毕竟要保持一个台湾的本土的一个东西 然后完了还需要结合当地的一些 实际情况来做这个项目 所以说这样就是 双方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 然后在这个项目能够共同合作 把这个项目能够做好 然后完了 当然目的性是比较明确的 就是一个达到一个能够振兴乡村 然后能够把这个村 真真正正地推出去的这么一个目的 许渊顺告诉记者 未来还将通过对农场品的深加工 从绿蛇加工 创意比赛 特色民俗等方面着手 打造属于你的主题园区 助力农民征收和乡村振兴 我们在城市的通路里面 其实农产品不外乎 就是要销售到千家万户里面去 所以说我们在城市里面 就用城市里面的语言 来做营销做宣传 把城市跟农村 跟农田的距离拉近 也就是说我们在家里面 就可以享受到第一线 农村产出来的 这些农民辛辛苦苦 种出来的东西的一个产品 所以说我们选择会比较贫困的地方 我们希望能够起到一点点 能够帮助他们的一个效果 在许元顺的带领下 记载来到了德阳市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园 创业园2016年6月成立 目前已入住台湾青创企业30家 吸纳创业就业台湾青年50亿人 涵盖文化创意 互联网应用 物联网 生物科技 精致农业 电子商务 新媒体 现代服务业等多个领域 如今除了园区的日常事务外 许元顺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关注在这里落户的 每一个项目的发展 适当地给对方提出调整意见 或辅导方案 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将更多当地青年企业家的资源 与台湾青创项目进行对接 凸显两岸特色 既接地气又能真正助力 地方经济发展 这些人在画面 我看这个人在画面 下定的 我看这些人 再画面